两物体间的接触面若为粗糙面 且此二物体有相对运动趋势或相对运动时 即在接触面上有阻力存在 称为摩擦力 二物体以做相对运动时之摩擦力称为动摩擦力 乳颈相对运动趋势时之摩擦力称为静摩擦力 将被测误放在斜面装置上 将它慢慢举起智慧移动的角度 绩效角度后再重复一次操作步骤 被测误不会移动 即为最大的静摩擦角度 将被测误放在斜面装置上 将它慢慢举起智慧移动的角度 绩效角度后再重复一次操作步骤 被测误不会移动 即为最大的静摩擦角度 让被测误通过U型供电管 即可运用实验之时间数据推算出动摩擦力 直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